最新好萌啊 就是动物园公布了 银亚小猫熊和奶奶的画面 而且呢 转播银亚24小时不打烊吗 目前动物园表示说还在瞧啊 我们立刻连线记者李佩轩 告诉大家 佩轩请说 好 主播万众瞩目 历经了42天 可爱的银亚终于睁开双眼 而动物园今天也公布了 最新的喝奶影片 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 现在银亚真的也头好壮壮体重 现在已经来到了2187公克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原仔在喝奶的时候 因为找不到妈妈圆圆的乳头 不停的发出叫声 模样真的是非常的可爱 历经了大概30秒时间 终于喝到了内内 你可以看到原仔埋头苦吃 喝到苦沫横飞 还没有 擦嘴就已经睡着了 原仔也很年 妈妈连睡觉的时候 都会滚到圆圆身上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不管是帮他在轻便便 或是他在胃内 或者说他在休息的时候 他都会比较慢慢的 能够比较放轻松 像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小仔躺在他的手上 可是他只有一只后脚 跨在妈妈的手上 他听到管理员进来 可能要像平常的生活 想要去准备一些吃的 他其实很想要起来 他真的很想要翻身 可是小仔他的后脚 有一只脚搭在妈妈的手上 他就不敢动了 他生怕把他吵起来 这个也都是为人父母 一般来讲的话 都有这样子一切的经验 是我们可以听到 这个演员跟原仔 真的是母女情深 也会帮他亲大便以及喂奶 不过现在母女俩 虽然还没有办法相处24小时 不过动物园也在积极努力 在争取说 能够24小时在网络上直播这个画面 以上是想为您抢落军轻心 把时间镜头还给彭丽主播 好 谢谢佩萱的连线 更多银牙的焦点 也锁定中天新闻